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患 台北市市长克文哲与疫调分析师指出 目前最头痛的是广义加户感染 例如聚在家里打麻将 或是和大家合租一间公寓 都算广义加户感染 我们从以前的就不算了 那人多的时候 现在从7月1号到7月10号 这10天的统计 你看看 我们这个确诊人数里面204 感染源不明的是36个 所以目前我们在台北市 真的在社区感染的不多 就是说你在社区 被一个不明感染源感染的百分比不高 大概17.6%的 大部分都是被感染以后 回到家里面 传染一堆 因为现在虽然大家不出门 宅在家 可是又不是一人一间 所以我们现在在家户感染 扣掉市场那些 市场或医院 我们大概就三个 目前就三大感染问题 一个是市场的 一个是医院的 一个是家户内 现在最头痛的是家户感染 我们这家户感染是广义的家户感染 不一定是说他们有亲戚关系的 比方说聚在家里打麻将 这是一个问题 或者是 这种同志团体也是一个问题 或者是大家合租一个公寓 也是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家户感染 在台北市是广义的家户感染 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头痛问题 真的在社区感染的不多 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每一个确诊案例 我们就尽量扩大 疫调的范围 看能不能隔离 有可能的隔离更多人 针对解封问题 克文哲表示 现在用很大的力气 才能控制在确诊10例以下 但相信一放开就会反弹 最终还是要用打疫苗方式 控制感染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